台中技術學院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期的包裝模式 我們可以把它解除這個問題 我們的包裝的概念就是解除台中機理 把搖裝的機理解除出來 然後搭配木科版畫 搭配木科版畫 去做整個包裝模式 包裝的規劃和整個 每一件作品都幫它重新命名 像插牌的話 一牌的意象 把它命名以後再設計一個海浪的符號 是做識別的統整 每一個包裝打開以後 有它整個採燒流程 那每一個作品 在它的下角部分 我們都幫它做點字的設計 就是為了一些眼睛比較不方便的朋友 它在觸摸的過程會知道 你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內結構的部分 我們把內結構做一些設計案改良 一般內穿布的部分 它都沒有再利用 這樣蠻可惜的 把內穿布取出來以後 設計成變成電池擦巾 就重複使用 那在內結構的部分 設計的內結構是可聲說的 可以有效解除它 尺寸上的差異 因為早起的話 它內的作品只有這些差異的話 就很難包裝 所以它們只能用報紙 或者只有石頭去包裝 這樣子的話 在推動方面做更多事 那在 這個禮盒的部分 我們把那個元素也能進來 打開以後 整個腰層的地圖 還有作品進去的請點來介紹 所以它可以展開 展開以後 也有整個流程庫的介紹 還有切蛋 那蛋頭除了華西亞以外 它的魚池紅彩也是非常有名 那我們覺得說 我們的茶碗包裝 能不能把一些在地的特色產物 也一起整個進去做行銷嗎 所以我們的茶碗包裝 裡面也把魚池紅茶做包裝以後 一起放送 助理了石頭包裝 那在印刷雷鐵的部分 我們把木頭元素融進來 展開以後 可以做整個流程的介紹 那邊邊的部分 有做整個特色的介紹 那如果說想要清楚了解 柴燒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幫它做一本書 書裡面有 大量的文字內容 去介紹柴燒它怎麼做出來的 有文字圖片 分擦的話 方式去表現 那行銷的部分 使用大量的商業攝影 去排除 作品的質感 那每一件作品 那每一件作品啊 幫它重新命名 命名以後提給它一首詩 重新命名 副以它一首詩 去稱呼它作品的價值 那我們這三個系列 那我們這三個系列 之後就在眼前傳上 然後呢 如果在台中 我們有辦法包裝出來 那最後我們在 整個手禮帶的部分 也把霧灰的元素 霧灰的概念放進來 處理成像 霧霧香水花一樣 然後就整個 視覺包裝的整個 在網頁的部分 我們網頁一進來 就看到 柴燒的印象 網頁所有的元素 都是接觸於做這個 它家 像這就是 它家的櫃子 那 我們這概念 像藏寶櫃的意思 我們把作品放在櫃子裡面 再移到過程 櫃子就會打開 一去以後 就可以看到它的作品 那因為我們這個網站 是要推廣的櫃子 所以我們把 我們把路程庫的概念 放到 我們的網頁裡面 如果說想了解 電腐師們做出來的話 簡直去 可以看到 另一種 和大家的介紹 最後我們也 我幫他拍了一支 柴燒的紀錄片 然後 讓大家知道 從柴燒 它只能從不到 用的 去生存出來 它這個柴燒的紀錄片 就是發明了 他們那些作者 做這個群 還有他們 做這個燒 整的蜂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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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把它開進來 說早有點自信 但這 真的 更加厲害 好 最後也有聯絡我們 如果說想要了解 作者 他那些 的 聯絡方式的話 你可以先這樣 這樣 想請 知道說 要怎麼去找到他 的 很明顯 那我們透過 整個 裂體包裝的部分 還有 它印上裂體的部分 還有 它網站 出行銷 它整個採燒文化 然後 街市床 然後 就是 這個 要把它派開 它的原料 對 開 它 這 用的 它 又 也 很 感谢观看